虽说万表消磁很容易 但你也得跑趟表店吧 万表流行力填书接地器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我们再讲一个潜水表的深度计的故事 系列程在1985年推出了Aqualando潜水表 这款万表首次展示了系列程另外一项前沿技术 深度计 这款Aqualando潜水表 用旋转表签指针显示记录时间 用数字显示当前深度和最大深度 还有总潜水时间 这个是世界第一 它用的是电子传感器 有了这个深度计 万表还能实现自动深度和上升暴警功能 可以在下潜过程中或者上升过快时 向潜水员发出警报 这款带深度计的系列程 今年又出新款了 这就是ProMasterAqualando光度能200米潜水表 这款表保留了传奇的深度计的各种功能 还加入了光度能技术 符合ISO200米防水表标准 世界各地多数休闲潜水员和专业潜水员 带的都是这种表 表科直径扩大到了50毫米 方便显示 这是给真正用家设计的 有三种颜色 我这是一种想不想什么圈 还有蓝色的 还有绿色的 红色的 价格也不贵 7480 看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对系列程的错觉已经到了某种程度了吧 系列程就会造光度能手表吗 下面就说一下机械机芯的潜水表 系列程ProMaster200米机械机芯潜水表 2001年对系列程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系列程推出了高端机械机芯 尤其是重新回归的8系Series 8机械机芯 第一款用8系机芯的潜水表就是ProMaster Marino 200米潜水表 欧米加不是有款海马300吗 系列程有8系200 而且这个8系200防磁达到了16000安培每米 等于说在现代数字设备的电磁环境下 无受磁场干扰 虽说万表消磁很容易 但你也得跑趟表店吧 某种意义上 防磁万表节省的至少是你跑去表店消磁的时间成本 ProMaster200米机械潜水表 设计上很有质感 表盘和表签都是有金字塔形立体纹路 俗称巴黎钉式 表圈和表壳都是系列程专有的输入态材质 轻巧坚固 46毫米直径 黑色的PU橡胶表带 佩戴非常舒适 另外还配套一条延长表带 方便在潜水服务外穿戴 看来潜水爱好者里带系列程的还真多 潜水表怎么能没有夜光呢 这款表十分针和刻度都有夜光涂层 蓝宝石镜片有防反射涂层 价格8680元 再说一款更接地气的机械前水表 河豚ProMaster NY0013 它的特点是经济可靠经典 这个经典的款式原型出现在1989年 系列程在2018年给这个经典的设计 亲民的价格的机械表命名为河豚系列 2021年河豚系列新款是44毫米的外壳 机械机芯 在去年的机械机芯基础上增加了直秒功能 外观上也增加了不锈钢链带款式 还有一款隐形效果的黑色离子杜 就这款 这款表保持了与2018年该系列出代目 同样的ISO6425前水表200米防水标准 还有便于在潮湿环境中抓握的 屯刺造型表圈 腕表在表壳底盖上刻有 复孤即河豚图案 2021年的河豚分常规款和限量版 常规款有三款配色 无锈钢表壳和表面搭配黑色或者蓝色表盘款 限量版也就是我戴的这款 它是采用黑色离子杜表壳搭配橡胶表袋 表盘是全夜光表盘 限量发售1989枚 吸铁城的潜水表我们分两期才介绍完 这个内容太浓缩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留言中提出来 一键三连留言互动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再见